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残权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今天赶紧来介绍跟我对谈的是国际新闻记者黄真宜 真一好 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要谈什么样子的国际话题呢 依旧还是在乌俄战争呢 因为随着这个反攻的时间越来越近 所以现在双方都蛮多动作的 好我们来看到5月9号这一天 其实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日子 是他们的俄罗斯胜利日 因为当时他们战胜了纳粹德国 所以每到这一天都会来庆祝 好但是在这个前夕呢 乌克兰这边也有一些地方遭到攻击了 我们先看到这张图哦 有四个地方 这个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奥德萨跟赫尔松 遭到了16个飞弹来袭击哦 甚至俄罗斯还派出了是35架伊朗制的无人机 但是这些都被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给摧毁了 所以还好那这个俄罗斯还有52次的榴弹炮袭击哦 甚至有61次的空袭 而且有些都还在乌克兰的人口丑密区 到底有完没完啊 好那乌克兰这边的这个基辅市长就马上说了 有没有人伤亡呢 这个基辅有三个人因为爆炸受伤 确实啊这样打过来 虽然有一些防空的系统这个可以抵挡 但问题是你很多还是会不小心的 有遗漏的之处 好那有两个人是被无人机的残骸给砸伤哦 甚至这次俄罗斯也有锁定像是燃料库基础建设 甚至奥德萨的食物仓储 他们都有做攻击耶 所以看起来这个俄罗斯也在做一些预备咯 而且乌克兰军方这边也有预估说 好像在5月9号胜利日之前 这个俄罗斯蛮想把巴赫姆特拿下的 对现在其实就因为胜利日 感觉就是一个蛮敏感的词嘛 那俄罗斯在这一天盛大的举行一些 这个军武上面大秀军事肌肉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这边 对于胜利日他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呢 他就敲罗斯哦 你这个二战呢 那个二战欧洲的胜利日呢 你俄罗斯哦其实是溃败哦 他讲说现代的俄罗斯呢 重新带来的所有旧邪恶都会被击败 就像当时的纳粹主义一样哦 那他甚至呢也向了乌克兰国会呢 提交法案哦 这个二战的胜利日呢 他要把它变成 乌克兰这边呢 自己要变成是5月8号 然后呢他们5月9号要变成 庆祝欧洲日 这是原本以前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 他们就是因为都一起嘛 前苏联 他们以前都是同样一天 在5月9号这一天来庆祝胜利日 但他现在不要 提早一天 对要跟俄罗斯疏远哦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一天 这个1945年哦 5月8号就是纳粹德国向盟军投降的这一天哦 那俄罗斯呢是在隔一天哦 5月9号他把他列为是胜利日 庆祝苏联二战胜利 然后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俄乌两国原本都是同一天庆祝胜利日 但是现在呢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哦 搞得这个不可能再庆祝同一天了 所以要分道扬镳咯 对真的是大家心胸地名算账 你过你的我走我的独木桥 好不过我们知道在去年 因为去年是这个乌俄战争 刚开打之后的5月9号 其实当时普清也有一个胜利日的演说 但当时他都没有谈到任何乌克兰的议题哦 所以大家听完了漏漏灯的之后 发现哎什么都没说 好那在今年 因为战争还没有停止迹象 所以大家也非常好奇 今年的胜利日 普清在演说当中 会不会再提到乌克兰的相关议题呢 俄罗斯在红场举行大阅兵 由普清亲自教育部队 这次阅兵俄罗斯出动1万兵力 但125项军武 只有T34型坦克 或M多用途装甲车 伊斯坎德M战术导弹系统等少数武器 军备出场后甚至短短6分钟就全部走完 不过乌拉尔装甲车首次亮相还是引起注目 但胜利日前夕 俄军用大量伊朗自杀无人机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也是开战后自杀无人机最大规模的攻击 乌尔战争造成的伤害透过媒体传遍全球 美联社三位乌克兰记者霍班普利兹公共服务奖表扬他们在这场战争的报道 美联社在马里乌波尔拍下受伤孕妇 以及伊尔平断桥下逃难人潮的照片 同时拿下突发新闻摄影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前面部分我们是讲说这个俄罗斯有发动一些袭击对乌克兰 但现在俄罗斯也说乌克兰你们也有反攻我们 而且我们也正在做准备 我们先看到这最底下 BBC报道说俄罗斯他们现在估计说乌克兰将发动反攻 好这不用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也在做准备 但是他弄哪里呢 他们说现在他们要求要民众撤离18个居住处 好是哪里呢 大概就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的位置 好这个地方又更敏感了 因为有核电厂嘛 好确实哦这个能源总署长葛罗西 他说之前他曾经去过这个地方 他觉得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可预测 而且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哦 他说不只有核材料 那虽然都没有在发电 但是确实有这些东西存在嘛 甚至还穿越雷区来进行参访 所以如果在这边激战 哇恐怕会很危险哦 好那当然俄罗斯这边也有说 他们现在就要撤离很多车子 大概是数千辆 所以就要等待五个小时左右 所以看出来俄罗斯确实有在准备说 乌克兰这边好像要对这边做出攻击 应该是有情报显示 好那俄罗斯任命的当地负责人说 他们首先会撤离小哈呀或是老人 孩童等等的 那他也说疏散区商品的药品已经都卖完了 如果乌克兰袭击这个地方的话 电力跟供水可能都会停止 好那但我觉得他这说法也蛮好笑 因为之前他不就这样对待乌克兰吗 所以这个东西战场上必定是会有 轮流发生 对除非俄罗斯赶快说我不打了嘛 对不对 好那乌克兰的官员哦 他们则说俄罗斯尼亚根本是在杂波罗日附近 让居民疯狂恐慌 所以他也没有证实到底有没有要打这边 但是确实居民一定很错 对而且现在就是两边 他一定是说这个他没有 对他不想让大家掌握嘛 对所以现在到底这个杂波罗日地区 会不会被袭击还是一个问号啦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5月9号是俄罗斯的这个胜利日嘛 那在胜利日的前几天哦 其实俄军的表现是有一点烂洒啦 怎么说呢 他呢出这个出动攻击基辅的35架无人机呢 这个是被全数拦截嘛 甚至连这个匕首的极音速飞弹哦 也被乌克兰用美军提供的这个爱国者的系统拦截下来 普京这下子面子恐怕是有点挂不住 一年一度的胜利日大阅兵又要登场 俄罗斯故技重施享用特殊节日激发爱国心 最终彩排中出现白洋M周记弹道飞弹 还有T34坦克等各式装甲车 道路两旁民众驻足围观 都说支持大阅兵 就的是这之前才发生无人机夜袭克里木林宫 就连普京赞不绝口的匕首及音速弹 都传出遭乌克兰以爱国者防空系统成功拦截 比手紧音速弹射程号称超过2000公里 速度达10马赫 照理说拦也拦不住 为何栽在爱国者手中成了大问号 规警象还发生在俄国占领区 上千台车辆一涌而出 原来俄罗斯突然要求 札波罗热电厂附近的民众紧急撤离 是否担心乌军将在这区大反攻 留下想象空间 乌军去年收复赫尔松后 目前仍持续使用M777榴弹炮 对不远处的俄军施加压力 只是俄军也加强猛轰 导致赫尔松得实施宵禁 居民于尽犹存表示 只能尽可能储存食物减少外出 这场战争持续剥夺 无国儿童的授教权 札波罗热近郊 有校园建筑 尽管大致完好 但学童还是只能远距上课 更多证据显示 俄罗斯武器吃紧 卫星画面拍下 俄罗斯去年底悄悄解封数十台 1940年至50年代生产的 T55老爷坦克车 一次想重新利用 送往前线作战 这款坦克三月时 现身移动火车上 一名俄国军事布洛克影片 证实老坦克就在俄乌战场 CN报导俄国T55老坦克 早在波湾战争时期 就被英美主战坦克打趴 如今似乎因为制裁奏效 无奈回收利用 CN报导俄罗斯 主要是攻击俄罗斯 达罗斯的高级技术 材料都让他们 更加艺术材料 达罗斯的高级技术 老约的软件 像这些 千万人都坐在装处 提供了一个选择 18号这天 乌克兰不平静 俄军又对基辅 发动无人机攻击 尽管乌军拦截 全数的35架 残骸还是造成建筑损伤 同天 俄罗斯也对南部港口城 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等地 发射16枚的飞弹 造成食品仓库 起火燃烧 对于乌军 后续反攻是否震撼各界 美军退降谨慎观察 毕竟俄军在南部早有防备 主战会在核蛇核地轰动上演 依旧是最高机密 约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势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 法国跟德国的关系 这个最近有消息出来说 法国总统马克宏呢 在7月初的时候 7月2号到7月4号要访问德国 那这个时候时间点呢 刚好其实是德法合作条约60周年 所以感觉是两国的这个帮 向两国亲密的帮宜来致敬 那在他去访问德国 进行这个国事访问之前呢 其实他们就有一些筹备的活动 比如说这个新的全球金融协定会议 还有6月底的欧盟峰会 7月的北约峰会等等 其实双方都会有一些接触了 但是呢其实法国跟德国 在有一些议题上面 其实是比较紧绷的 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是这个核能 因为法国是倾向是要再继续用核能 但是德国是不要 然后还有这个国防采购 跟中国大陆的议题上面 这三点呢是 他们双方的意见是有点不合的 再加上大家还记不记得 马克宏之前闹得沸沸扬扬扬的 这一句话 这个欧洲不应该沦为华府 或北京的附庸 或是被卷入台海冲突 这一句话其实也让德国的国防部长 是不太高兴 就是说很遗憾 怎么马克宏会说出这种话 所以说这个马克宏呢 要在德国进行访问 跟总统这边来见面的话 到底会再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或者是说双方会不会关系 更好一点点 那这就是很值得外界来关注的 对所以我们要持续关注他到七月进行 德国的国事访问会有什么样子精彩的后续 是 好我们还要再来关注一个议题 我看到我这个画面上是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大陆 另外一个就是加拿大 好怎么了呢 有在关注国际讯息就知道说 加拿大的外长宣布要驱逐 中国大陆诸多伦多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 为什么呢 因为这名外交官在他们的情报掌握里头 有试图要恐吓议员跟议员的家属 蛮大条的对不对 对他是在他是外交官在别人的国家去恐吓加拿大的 哇这个踩了人家的这个领土做不好的事情 对 那其实这个外交官也被掀出说 他曾经抨击过反送中 所以确实是有一点争议 但这个话一出 外交手段就要用外交方式来解决 中国大陆必定不满 所以中国大陆在最新的消息是说 他们也把这个加拿大驻上海领事馆的领事要逐出 他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而且说你在5月13号就要给我离开中国大陆 加拿大外长赵美兰8号发布声明 加国决定驱逐大陆驻多伦多外交官赵伟 并且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士 会采取强硬措施 是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掌握 赵伟参与恐吓加国保守党议员 庄文浩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 说家方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将会坚决采取反制措施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家方承担 即便大陆扬言将采取反制 但加拿大立场坚定 强调有关决定是经过仔细考虑 加拿大调查资料显示 保守党议员庄文浩 因为曾推动反送中动议 和涉及新疆人权议题被大陆制裁 而赵伟不只恐吓庄文浩 还骚扰庄文浩在香港的亲人 加拿大为捍卫民主驱逐赵伟 同样多次因为人权问题和大陆杠上的英国 商业贸易部大臣庄敦文8号访问香港 这也是港版国安法实施后 第一位访港的英国高级官员 庄敦文有和强和主席李泽巨 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霍建宁会面 庄敦文说强和是英国最大单一投资者之一 双方订阅了集团在英国投资的计划 庄敦文在香港谈生意谈得愉快 但他行前特别说明 除了推动港英贸易 也会持续关注香港人权 大陆外交部还为此回应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香港事务 观众朋友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吗 接着我们用Googlechance带你来热搜看看 各地网友都在讨论什么呢 我们请正宜帮大家来分析美国的热搜话题 好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 是NBA单佛金块的球星叫做Yorkic 那中文翻译叫做约基奇 他为什么会登上热搜呢 除了他表现其实蛮优异 但是却没有让球队拿下胜利以外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他其实他就是单佛金块对上这个太阳 是这个NBA这个季后赛系列赛的第四战 这个Yorkic呢他很厉害 他红下了53分 很厉害 对但是他却在关键时刻失误 结果精快中场是以三分之差败给了太阳 所以叫成也Yuki败也Yorkic 对但是除了这件事之外 在让他登上热搜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他在这个第二节的时候有发生一点这个 算是推击口角吧 就是他在第二节的时候他为了要抢 抢到这个场边的球 他跟这个坐在旁边的是太阳队的新老板 差点是有点快打了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他其实这个第二球呢 这个球是跟着球员一起调出了界外 那刚好就调到了这个太阳队的这个老板的手上 那那时候呢这个金块其实是握有这个球 取得有球权的 但是Yuki他就本来要把这个球拿回来要准备进攻了嘛 结果这个太阳队老板竟然没有要把球还给他 那他就是有点好像是 呃 竟然是把他用手肘去推了一下他 那后来害这个这个新老板呢 就是跌坐在又跌回椅子上面去 那因为他们是在太阳阻场比赛嘛 所以很多阻场的球迷就开始狂虚哦 那后来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 他讲说其实当时球是到了这个底角 但有一名球迷拿住了球 那个球迷就是太阳队的这个新老板哦 但是这个Yuki他本来想要把他拿走 但然后还故意还推了他一下 所以他被吹了一次所谓的违反体育精神的技术犯规 后来我看到他好像还被罚款 我觉得有有一点点的倒霉啦 那但是后来金一块的总教练他不是很开心哦 他讲说这个他只是要去拿球 那场外的球迷你把球抱着不放 这个有点太扯了就是干扰到比赛 那是不是因为说这个球迷刚好就是太阳队的老板 所以你好像对他比较尊敬啊怎么样的啊 反正就是又有一波讨论在网络上面发酵 所以这个登上了美国的热搜了 这势必会讨论的因为蛮有话题的 球有冲突 然后又有东西可以看 还有那个人特别的关键 对 所以真的是新闻就是这样 没错 什么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新闻 好我们接着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是多特蒙德哦 他是这个欧洲顶级联赛得甲的这个足球赛当中 因为最近这个体育赛事又突然这个各国都很关注 对 那这是足球哦 那因为这个赛季最激烈的这个得甲 其实哪一个会得冠 大家都没有办法很确定 但是2012年开始就是都在宝座上的就是拜仁慕尼黑哦 但是他在7号这一天领先了第二名 他有立错另外一个队伍 但是领先第二名多特蒙德四分 那多特蒙德呢 后来又以6比0大胜狼宝 所以又赚进了三分积分 所以这样子一二名一差就只差一分 他们都会看积分 对会看积分 所以很近哦 那得甲赛事剩下三轮 那大家现在就在讨论说 到底有没有可能多特蒙德成功逼近防守拜仁 因为只差一分 那外界预测接下来关键赛事会落在拜仁跟这个莱比锡的对决 因为莱比锡也蛮厉害的哦 最近表现都蛮好的 所以一旦拜仁败给了莱比锡的话 有可能多特蒙德就会中断拜仁的这个联霸记录 所以大家也很关心 所以每一场赛事每个人都在看 对所以拜仁这个有可能十一联霸 就是可能会被这个多特蒙德后来居上 会抓的因为只差一分嘛 嗯 所以英国的热搜话题 OK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哦 日本的热搜关键字呢 是JR的西日本哦 主要是跟天气有关系哦 这个8号的时候呢 刚好这个日本有很多的大雨跟强风的 受到这些影响呢 这个JR西日本呢 是暂停了六条路线行驶哦 包括关西线 加古川线 学延都市线 奈良线 然后基辛线跟湖西线哦 那大阪的这个气象台是预报说 因为这个封面通过 还有低气压的影响哦 所以在这个近基地区呢 是发布了这个暴雨的警报 那很多地方有这个土石崩落啊 甚至水库也因为这个大雨 然后水位上涨而紧急泄洪哦 所以说这个JR西日本也观测到 说有可能会对这个 一些部分的路线受到影响 所以先暂停停止 那后来呢 是已经陆续开通了 对 所以交通的资讯也很关注哦 那在南韩的部分关注什么呢 关注通讯软体 我觉得这跟台湾有点像 因为台湾如果LINE当机不能传 哇 大家一定大爆走 真的 很多工作可能都没有办法 对 是他们的通讯软体 Kakao Talk 那这个跟LINE 在台湾受欢迎的程度 是一样的 差不多 他们韩国都是用这个软体啦 那其实这个在8号的下午1点38分的时候 就出现这个讯息没办法传送 你可以看我们这个图哦 就是你怎么样传都转圈圈 所以大家就崩溃了 然后大家想好不好那我用电脑板好了 结果也是不稳定 然后这样子的状况持续了19分钟 然后很多人就讨论说 到底为什么又瘫痪又故障了呢 哎哟诶原来他们在今年1月的时候也曾经出现9分钟的故障记录 去年10月的时候也呈现瘫痪的状况 那是因为当时是这个伺服器的机房大楼发生火灾 所以不得不先中断电源的供应 所以大家就一起死机 没有人可以用 那没有人可以用怎么办 要联络事情 所以当时这个Line的下载 有一度冲到了应用程式的第一名 然后南韩政府还用国安危机来处理 这个中断的这个事情 所以可见这个通讯软体 对他们来说多重要 对啊 而且就是有人就是会讲说 如果说中国大陆要这个武统台湾 其实也不用干嘛 就是网路断一断 通讯软体拦截一下 我们可能就会感受到 面临到这个没有办法用的这个 对 有可能很多人现在就只用网路 补有电话 对不对 那他完全网路断了 他什么都没办法做 真的是很危险 但我们不能教人家怎么样把握 好 就这样子 就这样就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 同样也是跟这个体育有关 他们的热搜关键字是皇家马德里 这个大家知道说C罗以前 在他没转队之前 他有待过皇家马德里 那他现在最新的在的一个 职业队伍是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艾纳斯 那沙烏地阿拉伯的媒体就报导说 C罗的前队友也就是克罗埃西亚的 这个有摩迪支撑的莫德里奇 他跟皇马的合约会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到期 然后甚至这个报导来讲说不会续约 所以说艾纳斯呢就是有开出一些优渥的条件 希望可以把这个摩迪找来跟这个C罗看能不能够在一起当队友 但是有这个转会的这个很熟门熟路的专家就出来反驳 他讲说这个莫德里奇他已经跟皇马说会续约 至2024年6月到明年6月 而且甚至已经拒绝了艾纳斯的这个邀约 然后报导甚至还指出说 这个摩迪其实会跟皇家马德里续约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其实最近皇马是睽違9年拿下了这个国王杯的冠军 那莫德里奇他赛后其实就表示说 他自己也希望能够继续在皇马踢球 而且球迷会为他鼓掌 他感觉到很感动 那皇马是他的全部他的生命等等 所以这个外面的这个球迷会希望说C罗 看到C罗跟这个摩迪一起合体 目前来讲应该是有点难度啦 所以大家还是关心体育赛事嘛 对不对 香港也一样 好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就不是体育赛事 反而是观光旅游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复国岛 我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厉害的听过这个词 但我后来去查一下资料 今年开始蛮多人在复国岛 然后有去玩 像个小欧洲一样蛮漂亮 有点拉斯维加斯那种感觉 赌场 结果呢 他们其实因为这个地方有国际旅客的免签优势 因为越南是需要签证的 所以你到这个地方不用签证 也不需要在护照里面塞查钱 所以大家就还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哦 但问题是在这个2023年到5月1号为止 那有传出说蛮多台湾跟香港包机的 到这个地方都停舍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 但其实前面还蛮多人去的 那他们就说 现在只剩韩国马来西亚跟泰国 还有在包机飞到这个地方 不然你是要去胡志明市转到这里的 好那他们说可能是因为就是有人觉得消费高 但服务有点不到位 那也有人觉得说这个过度开发 让复国岛失去了原始之美 那有人说虽然只有复国岛免签很好 但是越南本岛又没有签证的优惠 所以又不够便利哦 所以很多种种的因素可能都导致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们的旅游局也确实说 在4月造访的国际旅客有重挫27.3% 他们是认为应该是受到全球经济情势 跟通膨高涨的关系 但不管如何 可见大家对这个地方是有点感觉的吗 所以登上了台湾的热搜话题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跟韩国很像 也是一个通讯软体 但是另外一个是WhatsApp WhatsApp它其实是在欧美会比较盛行一点 台湾也是有 但是LINE的市占率实在太大了 那是有运动行销公司的业务主管 他是投到一个商业新闻网 他一个投书 他讲说其实WhatsApp 它蛮适合用在推广体育赛事的 因为其实WhatsApp在世界杯的时候 他创下一个纪录就是每秒钟 有出现2500万则的WhatsApp的讯息 所以大家可能为了这个看 就是大家聊比赛或者是传一些比赛相关的讯息 会透过这个软体来传 然后他讲说其实传统行销对体育赛事的 宣传来讲是蛮重要的 但是呢其实WhatsApp来讲的话 很多的欧洲的或者是拉丁美洲的足球队 都开始用这个他来行销 而且可以接触到消费者 他因此建议说这个像美式足球的NFL 他目前是还没有用WhatsApp来打入市场 他建议NFL可以用他来作为行销的工具之一 他可以接触很多的这个客户不同的市场以外呢 还可以说增加门票的销量 那纵使说这个球队表现不佳呢 也可以在上面创入社群 然后凝聚球迷的这个向心力 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社群软体 可以另外一个选择 供这个球队的球团可以来做参考的 好蛮有趣的话题在新加坡延烧 好我们看完Google圈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岸田文雄 大家有看到这张图岸田文雄在哪吗 我只是给大家看 在这儿 好看到公事包出现了 终于有公事包了 终于挡了 对 但这个画面很让人惊悚 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还记得 这个安倍晋三不到一年前也才被射击 刺杀身亡 而且是死掉 那时候真的日本人非常震惊 我去日本的时候有问一下 他们说没有一个人是不震惊的 因为他们觉得在日本的政坛上面 还是只有安倍比较能够忽来忽风唤雨 其他的政治人物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那么大的魅力 而且日本的治安感觉起来算是比较好一点的 感觉不错嘛 我们去那边也都没有特别觉得要特别防范 但是问题是岸田文雄最近也预袭了 我们来讲一下这件事情 他是在4月15号的也是在11点30分 好为什么讲也是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11点30分左右他在和歌山市的杂贺起雨港 为他自己的这个众议员候选人来助选就是自民党 但问题是突然就发现说有人丢东西 然后丢了一个是15公分的桶状物像这样子银白色的 然后当时我有看到画面上那个 维安人员就有拿那个公司包把它赶快推开 然后其实岸田有发现 然后他们就开始往旁边跑了 同一个时间那个丢的人就马上被50岁的渔夫给压制 好这个画面真的是一瞬间太快 所以有很多的人是在拍岸田 然后突然转到就是那个人被压制 所以还没有一个 我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完整的那个同时发生 都是快速的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摄影要很厉害 好那他马上就被保安人员制服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还算时间这个反应蛮快 那当时其实蛮多 其他人在看岸田文雄的一些助选 那很多人也受到惊吓 那这个凶险是谁呢 他是24岁的牧村龙二 那马上被制服之后 也有问他一些动机啦 他是之前有听到说 好像是因为对于选举有些不满 他也曾经想选可能没有成愿 所以他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但为什么又要发泄在岸田身上 也不得而知 好不过岸田的心情还是要继续嘛 因为蛮紧迫的嘛 马上就要选举了 所以他后来又去了这个JR 和歌山车站前来演说 大概在一点钟结束 那这件事情又引发日本社会的讨论喔 因为安倍才被遇袭 那岸田又这样 怎么回事呢 很多的日本民众说 天哪我想到岸田这样子状况 就想到去年安倍被枪杀的事件 安倍是在2022年7月8号的11点30分左右 是不是类似的时间 所以大家就觉得 哇这种记事感好强烈喔 到底日本的维安发生什么状况 我们有没有从安倍事件有改进呢 然后看得出来这次确实有比较明确 这个公示包至少有亮出来喔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的预袭当中 有弹开这个防弹护盾 有築起人墙 那有把它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他们说都是事后了 因为你为什么可以让人家 从后面砸一个东西过去呢 他们说凶贤其实是被压制了大概十几秒左右 那个才爆炸 那如果它不是这么晚的爆炸 如果马上就爆炸 那根本来不及 来不及让它弹开什么护盾 所以这还是有危安漏洞 你现场怎么没有查 其实像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记者 要去这个元首的采访县 都会搜包包或进那个 做的安检蛮严格的 那这个当然就看起来就是没有嘛 你怎么可能会让这个渔港附近的民众 那边搜包包 就是大概看不会嘛 好那按这个安倍的事件 其实大家也有做一些修正 包含修改了警察保护的指南 也提高了事前分析的部署 但问题是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 所以代表没有效果 好那安倍这个状况 我们也知道说 因为他是在一个非常空旷的街头 而且安倍是背面嘛 所以整个是背面出了问题 那这个其实就是算是案庭的前面 但还是有类似的状况 所以大家就说安全意识上可能不足 因为在日本犯罪率非常低 尤其2021年只有一例枪杀 所以大家认为不像美国 每天都有枪杀事件 可能要仿泛枪 那日本就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意识 好那政治人物街头演说的习惯 其实非常常见 安倍在去年就有47次 那所以很多人说 除非改变街头演说习惯 否则只会再发生 但我有看到自民党 他们自己有宣布说 以后街头演说的防弹措施 就是演讲在宣传车上 他让他拉到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可能好一点 希望 我觉得好像拉到高处 好像也是另外 就是不同的防范措施 对对对 但其实在我们台湾也会有 就是街头演讲 只是说总统副总统委案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好那当然我们讲岸田文雄 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曾经讨论过 其实党内对他也不是很喜欢 还不是说一直唱随他要下台吗 我觉得跟他的个性可能有关系 那我们先来看他 媒体给他一个封号叫做 无趣的凡人 我觉得这个好可怜喔 他很明显就是拿来跟安倍做了比较 因为可能安倍可能比较有梗 然后让这个记者可能写稿啊 下标比较有趣一点 那瞎相较之下 可能的确稍微比较没有那么醋鼻了 对所以他刚上任的支持 是史上第三滴 等于没有蜜月期 好但问题是 我觉得他也蛮厉害是说 他会对某些事情蛮有韧性的 他有两个座右鸣 一个是天衣无缝 一个是春风待人 好天衣无缝喔 他其实对于他自己的求学经历 不是很开心 因为他东大法学部 重考了两次都没考上 所以最后是放弃 但他自己本身的家族 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正三代 爸爸大家都很厉害 所以他自己可能也会有一点小小的自卑 不管 他到了早稻田大学的法学部 还是很有这个继续 然后跟着爸爸进入他 当他的秘书之后进入到政坛 然后他也说他要温和以对 与人为善啊 所以你看到啊 他就是这个跟爸爸有关系之后 就走入了政坛 那在2019年喔 虽然这个自明台总裁选举失利 但他还是蛮有铁人的心理素质 但问题是大家都一起唱衰他嘛 就有什么任期的魔咒啊 说什么啊 你们以前早大学的 早稻田的大学校有都做不久 然后应该会是什么长期政权之后 都会有两位短命的首相 然后说他就是其中一位 对 意思就是说他都会很短命就对 但现在看起来还算可以啦 这个时间点 然后后来我觉得他有做一些改变喔 因为他有把一些IG加入生活照 以前都是那种演讲照片 那现在就会放一下IT的料理啊 或是看看雪月的照片 贴近民众生活一点喔 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 不然大家会觉得你没有人味 是太冷感了 那他也说他很善于聆听 我觉得他这个做的不错喔 他说他会写下大家的声音 反复阅读一年三本 十年就累积三十本 他说这是他的珍贵之惨 我觉得有打动到大家啦 觉得说他真的有在听 好那我觉得现在他最有压力的是修宪 因为他们现在是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修宪势力 习次 那接下来这个要不要继承安倍的一致 要来自卫队军队合法化啊 或者是中国的崛起乌尔战争等等的 都是一些国际蛮敏感的问题 所以这是他最大的压力 好那到底这个岸田玉席喔 这个是不是代表孤朗式的袭击是很容易执行 因为我们看到这两次都是一个人 他就可以做到 四杀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问到的是辅大日文系的特评教授 何思胜教授来帮我们分析 事实上日本人对政治并不是非常的热衷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国会议员的投票 或者是说 刚刚才结束的日本的统一地方选举 他们的投票率普遍不会很高 相较于我们台湾 那当然就是说从安倍遇刺之后 到这一次的岸田被土制大战这个袭击 那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说 是不是日本有这种孤狼 针对特定的政治人物会攻击 那但是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 这个普遍的这种现象 那相对而言的话 日本事实上还是一个相较于欧美 可以算是安全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从安倍遇刺到现在的岸田 那当然他们也发现了就是说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一个安全 维安 那事实上可能要做一些亡羊补牢的这个工作 那我们也看到就过去日本对于首相 或者是重要政治人物的一个维安 通常是由这个地方警察 那像首相的话 他一般都是在这个东京执行公务 所以是由东京警示厅 那可是他如果到地方的话 那就由地方接手 那所以这中间这或许这个并没有办法 像我们这个台湾对于总统的一个保护 或者像美国或者像欧洲 他们对于国家元首的这样的一个保护 这么样的一个周延 所以我想这个他们在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这个首相袭击事件之后 他们都有陆续在检讨了 不过显然岸田这个又受到土制炸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袭击 那显然他们还是有改善的一个空间 从上次安倍这个在奈良这遇到袭击 然后到这次合格三世 那也是个巧合 事实上这个在合格三的这个候选人 这个是唯一没有当选的 那个被这个在野党给拿走了 那不过是一样是属于这个比较偏保守的这个维新会 那不过就是说整体讲起来的话 当然这一次的一个补选岸田事实上是打得不错 那个在在这三口线的一个补选 我觉得这个岸田当然他在这个预示之后 他的他的他的民调他的声望 事实上是有突然的这个拉升 大概从差不多百分之三几现在变百分之四几 甚至于有这个比较这个这个对他稍微友好的这个 新闻机构做的一个民调有突破50的 那所以现在的这个岸田内阁的一个这个支持度 事实上在一个比较相对高的这个状态 跟过去这个两三个月之前相比较的话 当然这个到底是因为这个合格三的这个袭击事件 或者是他在整个这个最近连番的这个外交的初级 特别他在到乌克兰去访问之后 那他的声望事实上这个有明显的这个向上这个爬升 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这个国家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 而且日本人很重视安全 他们对安全这个非常的这个敏感 那当然首相遇到这样的一个土地炸弹的攻击 但这个他们不会不关心 不过这个我认为最直接的跟岸田的一个民调有关的 还是他最近的这个一连串蛮成功的这个外交初级 除了在这个G7的这些国家的这种合同联合 然后还有这个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表现 那再加上这个最近的他在这个整个对韩国的一个外交 事实上都这个蛮成功的 那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事实上他也展现了这种 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岸田外交的一个手腕 好我们来看完日本的这个相关议题之后 能不能把话题往南边带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印度 大家都晓得说其实最近一个比较大有关印度的新闻 就是他的人口终于超越了中国大陆 那大家想说那印度人口红利应该不错 但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想的那样子的美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他们这个印度的人口超越中国大陆是哪一天 是在4月19号这一天 这个印度的人口 所以要有一个日吗 什么4月9号什么超越日 超越没有了 就是刚好因为这个联合国计算的时间 发现说刚好是在这一天他超越了中国大陆 4月19号这一天印度的人口是14.28亿 那中国大陆呢是14.25亿 正式了超越它中国大陆 那我们再往后推到2064年来看 这时候的印度人口会达到17亿这么多 但是中国大陆却是缩到了11.5亿 那再更往后推到了本世季末的话 印度会15亿稍微再减低一点 但是中国会缩到7.32亿 所以这个差距是越拉越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印度的人口呢 其实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蛮真的是多到蛮出来 后来呢有因为几个因素而让他的这个生育率没有那么的猖狂 有三个因素一个是教育 教育的水准提高还有收入还有医疗水平 这三个因素的上升呢 其实让印度近20年 他的人口增长的这个速度没有那么快 开始对开始缓下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这边 中国大陆呢他是长达35年的一胎政策 或是一孩政策 那生育的意愿呢其实是达到了一个低谷 那在去年的时候呢 是首次人口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而且整个人口结构是高度的老龄化 高龄化 那这其实会造成三个因素的 会造成三个现象 一个是劳动力上面的短缺 还有整体的消费放缓 再加上制造业你没有人嘛 所以整个会出现空洞化 这个是算是中国大陆比较 这个要非常关心的议题 因为你人不是说人少就是好 就是你太少人 其实会对整个经济是造成负面的影响 好那我们再看回印度来 那印度这边呢 虽然说人很多 但它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 它呢是有9700万未成年的贫困人口 是全球最多的 而且呢 就从这个2017年的数据来看 它是全球有三分之一的文盲 都在印度 所以说教学上面可能贫富差距的关系 教学的品质啊等等的 是还需要再加强的 还有另外一点 是这个男女性别歧视的这个 现象其实在印度也是蛮常见的 因为看这个2005到2021年呢 印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是从32%降到了19% 那等于说是大概每五个人中 大概只有每五名女性中 只有一人有在工作 所以印度的性别歧视 大概是蛮严重的 大概像等于是2021年前的阿富汗一样 所以说整个来讲的话 女生出去工作的比例是蛮少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这边呢 中国的话呢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它的人口是比较高龄的嘛 那高龄他们就会发现说 大概80%的这个高龄的长者呢 至少会有一种的慢性病 那慢性病就会造成这个 国家财政很大的负担嘛 你要这个日常的护理啊 医疗等等喔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预估喔 我说其实中国大陆的城市国家养老基金喔 大概会在2035年前就会耗尽 那这会是中国大陆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 这个人多喔 然后造成医护要付出的资源也会比较多 好那我们这个讲到印度的话 其实除了说我们想到保莱坞很会演电影之外 还有数学也很好 对就是他们的数理的脑筋都很不错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CEO 好像也是印度裔的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喔 这个印度的CEO的人数 其实是仅次于美国 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强的企业呢 我们就看到印度裔的CEO人数 只比美国少一点点 而且呢他一年会有产出一百万的数理人才喔 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科技重镇 美国的这个加州戏股这边呢 其实近十年喔 印度裔是快速的增加 那有四分之一的新创公司呢 是由印度裔来管理的 其实不止新创公司啦 像是你我熟知的一些大公司 就很多都是印度裔的在这当CEO 比如说像是Google的CEO Channel的CEO 微软的CEO 这三家都是目前都是印度裔的CEO在当家 所以非常的厉害 然后呢他们也很会赚钱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所有的族裔当中呢 印度裔的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最多的 就是印度裔啦 他们总共大概年收入大概有快要四百万新台币 第二名是反而才是这个犹太裔 第三名才是韩国裔喔 所以 那他们蛮厉害的喔 蛮 我觉得算蛮会赚钱 可能也蛮会理财的喔 这是印度人很厉害的地方 那刚刚这个一轮也讲到了 他们就是重视这个数理的教育 而且高等教育是仅次于美国跟中国大陆 而且他们这个高学历人口 还这个 7000多万人是蛮多 但是其实只占总人口的6.3%喔 所以还是有这个要追上的这个进步空间啦 好 不过他们的这个人口的劳动力是还蛮多 未来30年呢 这个新增的劳动力有超过两成都是来自于印度喔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印度的贫富差距 其实有点大嘛 教育的这个差距也有点大 他们其实就是世界最大的文盲国喔 占全球文盲大概有37% 那有很多是女生辍学啊 然后很多的这个40%的孩童是放弃 或是脱离学前教育 所以文盲的问题蛮严重的 那印度还有一个是学店的问题喔 就是你拿这些学历 其实这个企业根本没有享用喔 你拿了有93%的人拿了气管硕士 80%的理工毕业生 其实是不合格的喔 那空有一张文凭 那接下来就是说 他们的劳动的参与力有一点低喔 跟中国大陆啊 跟美国比起来 他只有46% 那有几个原因就是说 他们的工资其实是比较低的 接下来说他们的工作机会有点少 所以很多人就干脆说放弃就职啦 这个是印度人虽然说人口很多 但是要从一些教育的基本层面来着手 才能够让这个人口红利发挥出来了 对这就是社会性的结构问题 要整个颠覆才有可能更好啦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